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安裝直播車款 是經理自己本身也算還蠻熟悉的車款 這台是BMW 190 經理之前有開過1922 335 其實就是還蠻好玩的開車款 那今天的這台330 它是直率6缸NU跟一般很多的外匯車的335 是不太一樣的動力上不太一樣 那基本上來說 因為經理之前的1922 335 還蠻容易換的 大概我們1922 335裡面的圈子 有一句話就是 如果開192335沒有做過脫掉車的話 那基本上不算是車友 所以也就是說那一台車的話呢 它的應該也是車零到 所以一些的該泰換的一些零件 就差不多都陸陸續續會有一些需要泰換的狀況 那今天這一台不同喔 今天這一台是190的330 那基本上它是NA的移籍 所以它的妥善率來說的話 就會比335來說來得好很多 問題的話當然也比較少 畢竟少了兩顆渦輪嘛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今天這一部車 原先的話就已經安裝的是 備式燈倒叉的避震器 那應該也使用的年限也久了 所以就來做一個避震器的泰換 那安裝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 是道路版的喔 所以前面的話 六缸我們配置的是8.5公斤 後缸的話是一條比較長行程的 11公斤的一個專用彈網 所以這部車我自己應該能做一個打包票吧 因為經理自己本身之前開這台車的時候 有反反覆覆有來回修正做好多的一個設定喔 那已經這樣的設定已經好幾年了喔 算是非常非常好做 那當然它在安裝也有一些特殊的技巧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塞下來的避震器 或者是在安裝這一台避震器呢 有兩個地方要特別注意的齁 我們先來講特別注意的地方齁 第一個是原廠的一個後避震器上方 這個上方齁 這個後面避震器上方的話 它有一個算是發泡材質的一個上降品 那個發泡材質上降品它算是一個耗材 如果大概用了大概車領四年到五年齁 這個上降品都會一般叫水解 那就需要在換避震器的時候一併來做泰換 但是剛剛拆這部車它可能之前 換備式燈的時候已經有泰換過了 所以拆下來的橡皮領向還堪用齁 所以我們就繼續沿用它的橡皮 所以如果車領又比較久 第一次是換避震器的時候呢 建議連這些材料啊在換避震器的時候 一併把它做更換 那當然這個狀況不侷限於換KD的齁 那如果有換原廠避震器 一樣這個零件會建議要做泰換 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之前安裝過同款車 之前是1901吧 維根的335的影片當中 有跟大家介紹過 KD的一個後面彈簧的Hilo-key設計呢 是需要把這個基座跟上降品呢 是需要拆掉的 所以這兩個地方是安裝這台車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那第三個地方是下方這個的螺絲 原廠的它比較細嘛 它是M10的 但是KD為了避免它的強度不足 所以有把這個螺帽啊改成M12的 所以這個螺帽在鎖附的時候 我們在旁邊有一個建議扭力數值 這個螺帽M12而已 建議技師不要用氣洞的下去打 有可能會打到有滑牙也好 或者是斷掉 那就很麻煩 所以這個扭力值要特別注意 KD的話在角度的一個旁邊 有一個扭力的建議值 依照扭力時打就好了 那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貝視燈這個版本 它的前面是一個倒叉的系統 這個是倒叉的系統 那這個是也算是只有降低車高啦 它並不能夠調High Low 那這台車我自己猜 這個應該是四缸的引擎所專用的短彈簧 所以它的車高的話幾乎到達CAMLAND的程度 所以這個彈簧的話 以貝視燈搭配的彈簧來說 應該會有分四缸跟六缸之分 這一個可能之前所配置的 是用四缸的規格 所以前面非常低 好這個是原來拆下來的 貝視燈的改裝避震器 那後方我們配置的長環公斤數 是250長 250長11公斤 這個是後方的筒針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調整機構在上方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這個基座 本來是放在 坎在裡面的 這個是坎在裡面的 那這個基座 需要用一個小衣製 或者是一個小鐵錘 把它敲敲敲 那就有辦法把它敲下了 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後方的High Low T 今天的車高 預計大概兩指再多一些一些吧 所以這台車 以KT的設計來說 最低啊 前面有辦法 大概剩下半指幅 後方的話 有辦法輪胎 跟葉子板 可以做到切齊 應該算很低的 那最高的話 有辦法跟原廠一樣高 這個是後方的防繩套 它是做一個家常的設計 它家常的設計 跟 像這個貝視燈的一樣 會有一個好處 其實筒身最需要保護的呢 不外乎就是裡面的軸心 就是這個軸心 銀色的這個活塞感 就是最需要保護的地方 那KT的設計 它把它做成跟原廠一樣 或者是貝視燈一樣 當車高再放下來的時候呢 它有辦法針對這個軸心 做全面性的保護 不會因為作動的時候 有石頭會噴進到軸心 所以這個防繩套的話 它算是家常的 有辦法保護整個軸心 那KT的這個軸心呢 也是做粗的 這個 之前當時在開發這部 19X的時候 我們一般的軸心還是做細的 可是 再怎麼拉它的儲泥乘坐感 就沒有辦法做得很完美 後來才開發成一個大活塞 所以這台車才有辦法做到很完美的程度 後方的話彈簧在這裡 這個是後方的跑車 那這部車是四門的車款 所以它的後面避震器上部要做調整的時候 是在 我們要把椅背往前先 然後有一個飾板 飾板掀開之後 就能就有辦法看得到避震器的上部 所以從那個地方就能調整到一部 所以這個軟硬還有高低都是可以調整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有沒有燈 前面有 有燈 好 這台是四門的 四門的話 190的系列 四門就是190 五門 Vagon的話前幾天五門那一台 Vagon是191 192的話是雙門 193的話就是敞篷 所以 而且這個還有一個M3的系列 像是190有M3 191Vagon的沒有M3 192的Coupe雙門的有M3款 193敞篷的也有M3款 所以如果是說191M3 那就不可能 所以這部車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正常來說 KT的設計是要沿用原廠離載鑽 但這部車的可能行車離程度有比較多 像是這個離載鑽已經有破損的一個狀況了 這個品質應該也都很好耶 這個是原廠BMW的能撐很久 這個離載鑽損壞了 所以我們一併把它做太換 好 這部車 六缸 前面的話 KT就是配8.5公斤的韓環 8.5公斤 那這裡有附上座 上座的話不需要沿用 而且上座的螺絲 要特別注意 這個螺絲不能太長 因為19X系列 它這裡有一個拉桿是穿越到擋火牆的 所以這個拉桿如果這顆螺絲太長的話 它就會跟這裡干涉 那因為KT連這些所有的一些小細節 因為這台車真的是出太多了 所以都會針對這些的細節 來做一個更完美的狀況 所以這顆螺絲千萬不能太長 那阻尼的調整 它就剛好落在這個拉桿的下方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 這個旋鈕 往順時針的話 往這樣轉 往H方向轉的話 它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 就是變軟 所以可以從這裡來做阻尼的調整 這個是上部的 那上部的話 KT也有附軸 也有附一個上座的設計 下方的話 它的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Camber的話基本上沒辦法調整 如果有需要做Camber調整的話 上座就會建議要選購 遠上座 才有辦法做Camber調整 不然這種獨立式賣花層 它的角座固定的 上座也固定的話 它的Camber角度就都固定了 如果要做Camber 上座可以選購 選購遠上座才有辦法做調整 那這個是車高的調整 從這裡來做調整 如果我們把車高調整完畢之後 這個托盤一定要記得鎖緊 因為這個托盤 它前面是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不只是上下 負責上下的一個震動吸附 還得要負責轉向 所以這個托盤緊度不夠的時候 它就有可能會有個鬆脫 就會造成異形 所以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托盤一定要特別把它敲緊 那在用料的部分的話 KT所使用的主名有 一樣是使用義大利知名的IP的主名有 油封的話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像這樣的主名有那麼高檔 可是用久了還是一樣會裂貨 那可以針對這些的主名有 針對這些的油封 來做一個泰幻整修翻修的一個 都有這樣的售貨服務 KT本身工廠裡面 或者是我們北區中區的經銷商 都有提供一些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如果車友有想要試乘的話呢 都很歡迎跟我們的粉絲團的小編聯絡 這部車是BMW190330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謝謝